你买了一台快报废的出租车 夏天不开空调 车里都凉瘦瘦的 尤其是那氛围灯 绿德很正宗 但卖你车的吊炸天告知三件事 尽量白天跑车 尽量在市区跑 如果出事了 就去周基药材铺找一个叫老周的人 听完你都懵逼了 什么鬼 你实话告诉我 前车主是不是封号斗罗 谁知吊炸天直接把电话挂了 你很是无奈 先跑几天车看看情况 夜晚时分 你看到路边有个顶级美女在招手 一看就是大公司培训过的高级秘书 有名炮架子 随意搅油门过去 什么只能白天跑车 白天拿懂夜的黑 带美女上车后你愣住了 这不是高中同学王铁柱的老婆张婕渝吗 显然她没认出你 师父去房山公墓 好嘞 你一个弹射起步 仅十分钟就开到目的地 收了钱 发现张婕渝身份证落在车里 上面还缺了一个脚 所以追上她离去的方向 忽然不远处传来一个熟悉的女生 不要过来 你再过来我就要叫了 走近一看 只见张婕渝正和一个男人 在坟墓前搂搂抱抱 目的约会 年轻人玩得真花 所以拿出手机咔咔拍了两张 谁知闪光灯网关 紧忙跑回车上 没多久 一个身穿十足鸟的男子走了出来 正是刚跟张婕渝办事的那个 师父 刚有没看到一个女人出来 你随手一指朝西边去了 谢了兄弟 男子立刻撒腿就追 二十分钟后 张婕渝仍旧没出现 你懒得再等 反正知道高中同学住呢 到时候去蹲点就行 回到居住小区 你在门口小麦不买烟 老板低头看了眼钞票 兄弟 大半夜别跟我开玩笑 怎么了 你有点摸不着头脑 老板火气上来了 你家花钱用明币 啊 你低头一看 顿时吓到了 天地银行 面额一百亿 仔细想想 今晚就张婕渝付的现金 这臭娘们居然敢用明币忽悠我 明天就去搞死你 反正手中有他出轨证据 想要发给高中同学 却发现刚刚拍的照片上漆黑一片 既没有十足鸟大哥 也看不到张婕渝的影子 干 山寨手机不能买 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 一日 你换了个红米手机 开始在张婕渝楼下蹲点 要抓到他出轨的证据 功夫不负有心人 夜晚八点十分 你总算看到他出门了 居然还主动上你的车 地址依旧是房山公墓 你试探问道 是去办事还是找人 张婕渝皱了皱眉 没说任何话 你心里是恨得牙痒痒 妈买皮装什么 还不是背着自己老公 去偷吃火腿肠 半小时后 你驱车来的目的地 和昨天一样 张婕渝付的是现金 你仔细确认了下 是真钱 但回过头来时 他已经走远了 你赶紧跟上 来到了昨天的地方 呦吼 今天换了个嘻哈男 是真的骚啊 此时两人即将进入关键时刻 张婕渝提议 去我家吧 那里安全 西哈男答应了 转眼功夫 两人竟消失不见 月光下 只有一座座墓碑树在那里 你有点迷糊 难道有小鹿 所以打着电筒往前走走 忽然 墓碑上的照片 引起了你的注意 里面的女人 很是漂亮 长得跟张婕渝很像 再往下看 爱女张婕渝之幕 1994-2023 我来个擦 你差点喊了出来 碰巧身边也吹过阵阵阴风 墓碑里隐约传了两个人的对话 弟弟 你真的是第一次吗 当然了 姐姐 那就好 如果不是 你会死得很惨 姐姐 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啊 正当你想靠近仔细听时 墓碑上的照片 动了 张婕渝似笑非笑地开口道 还没听够吗 鬼啊 你再也撑不住了 狗叫一声撒腿就跑 一路上连闯17个红灯 才开回小区 一番打听下才得知 那个王铁柱患了精神病 早已入院 老婆张婕渝也不知所踪 一日中午 你带着水果和那张身份证 来到房山公墓 给张婕渝磕了三个响头后离去 准备把车卖了 一切到此为止 正要交易时 叼扎天电话打来 兄弟 车子不能卖 买了你会死得很惨 等我回来 你就知道原因了 说完信号彻底断掉 你很迷茫 但决定选择相信 深夜 你被手机短信吵醒 是个陌生信息 平安快走 不要相信任何人 与此同时 叼扎天来到你家里 举着手里的扶指道 兄弟 接下来我们能不能财务自由 就看这一波了 原来这世上有鬼贩子 他们花高价买有道行的鬼 张婕渝正是那一类 至于要做什么 就不得而知了 听完你头摇的跟浪鼓似的 那可是女鬼啊 我他们还想活命呢 打死我都不干 叼扎天伸出五根手指头 事成之后 一人五百万 文听此言 你握紧了叼扎天的手 叼兄 除魔未到是公民阴尽的义务 明晚我们就去 绝了那女鬼的坟 夜幕降临 你跟叼扎天来到房山公墓 发现张婕渝又换了一个小白脸 心里也没多想 你负责贴天师服 叼扎天负责搞定小白脸 只见他一个大跳 洛阳铲直接敲到对方天灵盖上 下一秒 独树白光照在你俩身上 几时把枪无一例外的对准了你 不许动 警察 你再仔细一看 张婕渝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叼扎天立刻贴了张隐身符跑路 你大爷的 你个老六不讲武德 几天后 你从警局走了出来 因为证据不足 外加袭警的不是你 所以才不需要进去采缝纫机 刚回到家 便看到叼扎天个老六 你他妈害死我了 别别别平安哥 事成后你拿七百万克一步 听到要加钱 你就放过了他 约定明晚再去捉张婕渝 方山公墓 你俩又再次来到这 发现张婕渝身旁站着十足渺南 确认不是条子后 你提起桃木棍碰的就是一下 桃木棍直接干断了 十足鸟大哥也倒了 又是你 张婕渝愤愤道 昨晚的事还没找你们算账 你们居然还敢来 对不起了张小姐 有人要买你鬼命 你猥琐地舔了下唇边 将正鬼符贴到他脑门上 扛起就回到住所 而叼扎天则去联系买家 躺了一会儿有点无聊 望着如此漂亮的美人 马上要被卖了 有点可惜 不如 思念头一出 立刻如洪水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对不起了张小姐 终究还是错夫了 一分钟后 房间里安静了下来 你望着床上一片狼藉 挫败感油然而生 一分钟 除掉浅气 其实也没剩下多少 太他妈尴尬了 而张婕渝依依旧躺在那 好像在嘲笑你般 就这 此时此刻 你彻底愤怒了 拿出前几天买的枪口补偿器 继续策马奔腾 一小时后 你常常舒了口气 没想到吹得太猛 那道正鬼符被你吹开了 一时间你跟张婕渝对目而视 空气也凝固在其中 不好 你赶紧伸手去捡符指 但张婕渝更快 将你摁倒在地 掐住脖子 我要杀了你 很快你就不能呼吸了 感觉脖子都要断掉时 卧室的门被人砸开 是十足鸟大哥 狗男女 我要杀了你们 张婕渝当即松开你 与十足鸟站在一团 但很快便败下阵来 完全无任何反抗之力 正当十足鸟要走向你时 张婕渝一个闪身困住他 快 用那道符 你才恍然大悟 原来十足鸟也是鬼 紧忙捡起正鬼符贴到大哥脸上 又在张婕渝的命令下 找来攻击血 彻底消灭了十足鸟大哥 解决完后 张婕渝阴森的笑了 睡女鬼爽吗 后果自负啊 没等你反应过来 他已经消失不见 你也松了口气 现在不计较代表两清 所以到头就睡 一日中午 你起床照镜子时 发现自己头发蓬乱 面色惨白 好像身体被吸干似的 卧槽 该死的尖伤 不是说枪口补偿器 没副作用吗 结合昨晚的事情 你来到叼杂天所说的 周济药材铺 当你进来的那一刻 老周无比的震惊 我没猜错的话 你昨晚是不是找女人了 还用了枪口补偿器 你点了点头 踩得真准 就是副作用有点大 老周是恨铁不成钢 你做的时候 就没感觉那女人不对劲 你看了眼四周 确认没人后 才压低声音道 实不相瞒 是个女鬼 走你啊 老周像看傻逼一样的看着你 知道女鬼你还杀 老周 那时你没见过 太他妈极品了 我控制不住呀 老周没说话 掀起你的衣服 指着肚脐眼下的黑点道 这就是鬼气 当他运行到心脏时 你必死无疑 最多三个月 闻听此言 你整个人都要被呆住了 死命求老周救救自己 没办法 鬼气攻心 无人能救 你还是回去准备身后事吧 你颓废地走出店铺 想到老家的父母 决定为了他们 干一波大的 随后你来到房山公墓 对着张杰鱼的坟墓道 我和你做一笔交易 对方很吃诧异 交易 没错 你配合我到买家那里 我打算干掉他 拿钱揍人 你也不用被抓过去 事成之后分你一半 闻听此言 张杰鱼笑了 我要软妹币干嘛 我用的是天地银行 不过嘛 一个月后 我确实需要点帮助 成交 一日晚上 你来到交易地点 两个男子已经在那等候 你刚问他钱在哪时 其中一人绕到身后 用一根绳子套在你脖子上 显然对方也没想过给钱 平安哥 我来了 关键时刻 叼杂天从天而降 两下闷棍 敲晕二人 带你缓过进来时 看到张杰鱼已经把那两货吸干了 卧槽 平安哥 他不会吸嗨了 连我俩都吸了吧